本土 民主 反共 普洛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回到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依然有我拖舞 柏洋 淡仔 和雙傑推咪 迷之音4.0和迷之音1.0去吃早餐 拖著手去吃早餐 那你也發現了 我看到charkroom對於迷之音4.0 剛剛的表現十分讚賞 大家覺得是誰 有些聽眾不以為是阿蓮 實在是他不是阿蓮 大家不要搞錯 他很強調他不是阿蓮 阿蓮說你看看我 我是阿蓮 但他又不出來 我們看到的 我覺得你這樣不公平 你應該要負給我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都可以 淡仔又可以 雙傑都可以 剛剛講過了 第三節回來就有訪問 其實關於什麼呢 淡仔可不可以略說一下 這一節也是關心香港民生的題目 整個區議員 對 下次要去選大嶼山 關於大嶼山說什麼呢 其實大嶼山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們《二血時報》都知道 其實政府就想說 開發大嶼山很久了 我當然是一向都反對 想說回 其實梁振英 就在年頭的時候 那個2015的施政報告 提出過 打算放寬一下大嶼山 一些封閉的道路限制 打算在當區 發展一下 旅遊和本土經濟 這樣說 當是台東這樣做 但是其實這個 所謂的建議 開放某些封閉的路段 當地的居民 其實基本上 看得到一些報道 和所謂的調查 問卷調查 一片都是反對的聲音 而政府運輸處 最近就不理了 想著今個月底開放 那我們可以詳情 問回今天的訪問對象 就是守護大餘聯盟 守護大餘聯盟的召集人 謝世傑先生 你好 謝先生你好 早晨各位 早晨 可不可以先講解一下 現在最更新的狀況 關於漁南路或漁南道的狀況是怎樣 現在政府 他就 他就 答案 叫做不理民意 就 原定 是想著 開放50部車 現在說 聽取民意 平衡各方意見之後 就 好 聽我們說 就減到25部 然後就 旅遊巴士 就 立即為止增加 拿牌的 有30部 接 增加40部 今年 正眼節 就有 旅遊巴士 那10部就開始生效 明年的2月 就打算 給私家車 申請 金區置 就可以進入823 但如果說到 譬如現在旅遊巴士 就增加了10部 剛才說的 所謂 私家車 是不是也有一個數額 他就 用 現在是增加25部 應該說是25部 是無需禁區置 可以進入 星期一至五 進入823 無需禁區置 就可以 但本身都要申請 都要申請 一個牌 是不是這樣 其實現在 過去 因為大宇山那條路 是一個 不合標準的道路 有很多地方 都是 第二標準 就是彎道路 當時 很多路段的建設 其實因為 起石碧水塘 才是一條路 當時 都是主要以鄉郊為主 所以沒有考慮 斜輪去進入大宇山 所以那條道路本身 是不合標準的 是 去到現在 過去 其實所有居民 居住的人 全部都要申請禁區置 現在一年 要給大概 1200元的禁區置 申請費 如果說 平日一些區外的人 要怎樣呢 他們就要申請禁區置 其實禁區置的申請 是比較嚴格的 第一 例如說 他私家車 所有駕駛人士 他的牌照 要有三年牌照 才可以落批 第二 如果我要用私家車進入 就要有理由 理由是 一是公務 一是紅白義士 或者是其他工程的車輛 所以其實今次政府 要開放這個漁南道 完全是違反了當時 怎樣要用這麼多指 有這麼嚴謹的限制 而是隨意讓人進入 這完全是 撥殺了以前的規例 還有 對於 漁南道的危險狀態 完全是 忘固 我們看回 其實漁南道 本身是 其實在南大嶼山來說 算是一個主要的通道 它是很長的 由貝澳 由東涌到漁南 直駁漁南道 就可以去到貝澳 梅窩 大澳 其實途經 剛才謝先生也提過 途經有石壁水塘 其實整條路很長 但我們看回照片 都是會說 本身是非常窄的 其實如果你擺到旅遊巴 其實你已經 兩條線 每條線都是單向 左右都是單向 單向行車 應該是單線行車 對 這樣叫做 而且 以外也算不算多呢 其實謝先生 以外那裏 今年4至6月 正正在東涌路 接漁南道 已經有三宗嚴重的交通意外 有工程車 將石燈 因為工程車翻側 倒了石燈 有一部巴士 因為殺制不住 就衝了 幾乎下山 三年前 也有所謂的伯牛事件 因為程度老 其實除了開車之外 大嶼山 你也知道是很多 水牛和黃牛 其實那個才是原居民 他們很早就已經在 他們經常會在 使用的漁南道 往內 一個不同的地方 去覓食 他們一定有一個 走動的範圍 每天大概 時間都是這樣 有時晚上 天氣熱 他們會走出馬路上 就躺在這裏 其實道路上 除了人 還有洩車 還有其他動物 使用 這正正是我們說 其他區外人士 進入去大嶼山 他們根本不熟悉 道路的狀態 就會造成很多生命的危險 是的 謝先生跟我們提過 關於禁區子 現在的申請 其實有很多限制 包括你可能要三年排 或者你本身有些 所謂有事要做 你不是亂進去 就變成容易產生意外 但現在的 所謂放寬 或者開放的漁南道 其實是不是有機會 連P牌子也進去 這個我不敢肯定 因為他是網上去 申請的 當然他可以 容許 寬度去到哪裏 他現在都沒有去詳細解釋 但是我們是很質疑 其實梁世英 她今年 或者不是今年 只是去年開始 無緣無故 提出了一個 要將大嶼山 重新定位 這種說法 什麼說 要帶動大嶼山的經濟 本土經濟 其實我們會看到 這種鋪天蓋地的 用人流密集式的旅遊發展 只會引入大財團 進入大嶼山 去進行很多商業活動 對於當地的本土經濟 其實只會扼殺 比如說近期 現在無論是煤窩也好 或者是大澳也好 其實有不少區外的人士 進入來做生意 拉高了整個地區商店的租金 如果再有這樣的發展 其實只會打擊本土經濟 引入其他 可能在市區外 他覺得 一萬多二十元租 對他來說是十分稅 在市區內 怎麼會買這麼多租金 哪有這麼便宜的租金 第二就是他開放這個余南道 在平日 日休息的時間 究竟什麼人可以進來呢 其實是一些 比較經濟充裕 他可以有自己的私家車 走進來 自己開車進來 去這些地方 而這些 為什麼 進入大嶼山 他們不能坐巴士 因為方便他們走進來 去享受這些地方 大嶼山就變了 給一些富貴人 慢慢去享受 現在說二十五步 他只是說一年試驗 其實我們就說 這是賊老是沙煲 如果你不出聲 或者不吵 他就會整條長遠 整條開放 就是越來越增加 就是開放的數字 就是開放的數字 一定是 因為他是用一年時間去試驗 這是試驗計劃 大家知道二十五步和五十步 可能到最後結果 都影響不大 結論就是全面開放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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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其實 譚仔你問 而且我看他現在 想著全面開放大嶼山 我覺得他都會逐步開放 那我就想問他 他現在打算開放 給多些車進去 就著你剛才說到 那條路其實也很窄 也很危險 那其實他有沒有什麼工程 是關於那條路是正在做的呢 會不會說 有一些改善 那條道路 那樣的工程正在做的呢 他當然有一些所謂的回景 譬如說下去大澳 叫做薑山道 那裏有十幾個彎 那些彎就 凡是巴士走過一定是越線的 即是對頭車 所以有時候 那些車是不知訂 就分分鐘領下的 那他就會在某些彎位 就所謂 稍為做一些狂闊工程 但怎樣也好 那條路 整條路本身都是 低於標準的 我就覺得很荒謬 就是我們幾年前跟運輸處說 其實因為是安全的理由 我們不是希望改善 擴闊了條路 就希望多些車可以進入 而是因為安全的理由 我們覺得他有責任 是擴闊條路 但當時跟我們說 就說這個環保團體反對 進入了街的公園地帶 又做不到 現在就因為要開放越南島 他就有九個彎位 他就可以幫我們做擴闊 有些就完成了 有些就在未來一兩年去完成 這就是政府玩完了 他說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不行 其實我們看到 居民方面的反對性 你們本身 守護大嶼聯盟 這個組織 其實在這個事情上 是不是跟政府 有沒有任何衝突 或者你們應該這樣說 或者你們怎樣提出意見 而政府 他們的回應又如何 我們其實就 他一有宣佈這件事之後 我們在去年 所謂今年的五六月之間 就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因為我們都看到 厚的說 其實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件事就是 因為梁振英今年 說要延續開放這個漁南島 他由他一手委任 去年委任的大嶼山發言 諮詢委員會 那二十個糧粉 去幫他搞出來 據我們知道 其實運輸署 根本就不想開放 但是就被這二十個人 充滿利益衝突的 這些諮詢委員會 就要提出 繼續執行這件事 在提出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我們接近差不多有成二千個的回收率 區外區外各佔一半 但是同樣超過八成的人都是反對的 我們將這個聲音帶進去區議會 就要求區議會去提出反對這個漁南島 但是當時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鄉市委員會 其他的議員 有一些泛民議員就反對 但是大部份建制和鄉市的議員 都覺得是同意開放的 我們當時其實是令到那個會是開不了的 他們沒有做所有的決定 我們就在那個會裡面去質疑區議員 他們有沒有做過民意調查呢 就算是當區的區議員 或者鄉市委員會 都沒有做過 沒有諮詢過任何的居民 居民就被他們代表了 那一路在區議會裡面 我們就重演厲害了 令到會進行不了 然後他開第二次會 我們就要求提出一個動議 就是全面反對漁南島 開放漁南島 因為人多客人少 可以說 他們自己的結制派 就提出一個修訂動議 就是什麼呢 反對無限制開放漁南島 即加一個無限制 即是有限制 其實這樣就出現了 政府就說 我們就諮詢了區議會 有鄉市委員會 有巴士公司 有36個環保全體 和地區人士 但我們所知道環保全體 我們接觸到的都是反對的 他又不去講這些東西 總之是炒賣賣 現在他就說 聽了你的意見 就是50度減到25度 所以我想我們的工作 就是在地區開居民會 就是要求這個區議會 可以作出一個反對 可惜區議員不代表我們 其實說到大部分居民都反對 其實這些居民他們最認為 除了剛才有以上說過 可能會撞死了牛 等等的情況 究竟多些人進入南大嶼山 對他們的影響 最重要是在哪方面 因為你現在跟公眾說 25步是有問題的 公眾會覺得25步 一個小時才一步 多一點點 他們很難理解 究竟問題在哪裡 這個就是政府的巧妙 25步 大家覺得都濕濕水 就是因為濕濕水 所以一年之後 他自然會覺得 這個開放越南島這件事 就可以繼續去抗拒 即是越來越把空間称大了 對 影響其實就是 其實現在就是以大澳為例 無論平日或一家人 都以大澳為例 也不得了 這種的開放 其實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是賊魯士沙寶 就是為打全面開放越南島 打出一個決策 是 如果開了這個 這個 低頭的話 即是就直接 會否施後欄全部都開了 嗯 第二就是開了 對大澳山的整體 就是我們相信 就是道路安全的問題 例如說 將來那個廣州大橋開放之後 是不是可以有自家 自家遊進入大澳山 就是對於大澳山的鄉郊生活的影響 所以大澳山整體那個 原本 是作為香港人一個 就是 休息的地方 其實會變成一個 全面開放 變成了好像 好像西貢 即是我們試過有個西貢的朋友 進入大澳山 和我們去 千萬不要讓他開放大澳山 守則就好像我們西貢一樣 星期日就堵塞到你死 即是回到家都回不了 現在其實我們乘巴士都乘不了 即是因為很多遊客進入大澳山 那你說如果多了一些車走進來的話 現在在 即是剛剛早前才發生一個 交通意外 就是在東中路口的位置 即是有個大型的工程車 就是又是翻塞了 那條 即是那條 即是那條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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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出現環保團制會說 很多車需要拍位 然後有些私家農地 他就會幫你填了給你拍位 那就破壞了整個鄉郊的地方 這就是大家一直都覺得 白玉山是一個香港人的 唯一剩下來的 是西面的一個後化園 如果你這樣開放的話 正是將我們共有的公共空間 私有化了 慢慢發展一些私有私 私營化了公共空間 我們去那些地方就可能要付錢 變成普羅市民就不能享受這個地方 這就是對普羅大眾的影響 其實現在看到的狀態 謝三剛才也說得清楚 本身這個鄉郊的地方 現在才開始開放這個道路 接著就越開越多 如果越多你就會發現 那條路真的不夠闊 有很多意外 那我就擴大條路 我扔錢出來幫你整大條路 整大條路之後再去一次 那你這麼多車要位拍的 然後我又在那裏 找地去建停車場 之後再繼續進入不同的商場 再加上建築物 整個計劃就是將這件事 你本身沒有什麼藉口去發展 就算打破了你的寧靜環境 之後再去發展 所謂他的模式去發展 而我們一向對於這些 我們不認為一個發展 是必然從他們單一方向 就是由這個要建商場 建建建建物物 這樣不能夠保護到 我們所謂勝如無己的地方 其實我想問最後問謝三 現在去到一個 開始描述的《茶佬事所》 已經開始開放 你們會否說有進一步行動 去嘗試去阻止事情發生 我們上個星期六 就在美國開了軍民會 我們籌備了幾天 也有接近200人來討論 很多人都不相信 政府可以這麼妄固民意 妄固安全來作出那麼決定 現在開始就醒了 星期日我們做到一個遊行 我們就要求運輸署的署長 要去到達宜山 要承接跟居民的對話 去解釋他根據什麼理由 以及為什麼不理這麼多民意 去作出這樣的決定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積極回應 這段時間我們在區內 都會考慮讓更多居民去醒醒 我們會在區內做一些宣傳動員的工作法 戴斬等等 我們不排除將來會有些繼續的抗爭行動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都做過萬洗 萬行、萬騎 這些行動 是想表示大嶼山基本上是適合一些慢活的行動 或者我們這些計算的行動 可能會以這個基礎進入升級 是的 而且我覺得本身關於大嶼山 這個鄉家的生活各樣 或者剛才提及的萬活這些概念 可能更加宣揚給香港的人知道 或者本身不在大嶼山居住的人知道 因為他們不認識 他們不認識 有什麼好呢 他們不認識 可能不認識珍貴的情況 可能容易走向了梁振興政府所要求 或者他們所想導向發展市硬道理 這些方面的概念 謝謝謝先生今天跟我們接受我們的訪問 講了這麼多關於大嶼山漁南路的問題 以及牽涉了整個關於大嶼山發展的問題 以及這些萬活的想法 今天多謝謝先生 我們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跟進 我們再跟謝先生聯絡 好嗎 謝謝你 謝謝謝先生 拜拜 拜拜